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試玩這部Galaxy S8 Plus 這部手機會使用全面屏幕 大家可以看到這部手機的邊框非常窄 兩邊都沒有邊框 屏幕和屏幕都非常窄 機背的鏡頭是指紋識別器 另一方面,機底會有聲音 USB Type-C 插頭和3.5mm 插頭 首先,由於這部手機的指紋識別器 在這部手機的指紋是完全觸碰到這個位置 可能我的手比較小 但我比我表弟試過,他的手比較大 其實是可以觸碰到的 如果觸碰不到的話,也可以用一個熊網色別器 去打開手機 去打開手機 看一看就會打開手機 操作方面,因為S8 Plus 並沒有實體鍵 實體Home鍵 而機器會加上一個模擬的Home鍵 按下去就會有些回彈效果 給你感覺上,好像在按一個真鍵 操作方面,由於Menu的按鈕都沒有 如果大家想進入Menu 其實操作上去就可以進入Menu 操作上去就可以進入Menu 操作上去就會在那個桌面 在Menu轉頁左右 這部機的拍照效果和其他功能 會在編測試中再詳細和大家說 謝謝大家收看